然后记得要翻面哦 不要在那边偷偷享受吱吱的声音 首先在桌上会看到一张 你拿起来也不会点 只会看着他发呆的点菜单 然后排到你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 诶 请问有几个人要开演唱会 然后报完数量 你就会像狗一样被放进去 而且一进来你就会马上遇到 看不懂的菜单轮回极限挑战 大家好 我是马尤姬 今天要带大家来去 秋叶园的三家餐厅 帮大家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味道 首先我们先去第一家 位置在秋叶园电器街南口 走出来不到五分钟的距离 一走过来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扛棒 然后我就知道你只看着 懂牛跟村两个字 然后你还会看到 他的店都还没开 外面就开始开演唱会了 记得要跟大家一样乖乖的 走过来排队开演唱会哦 然后时间到了 他就会开始开门放狗 啊不对 是放大家进去开演唱会才对啦 然后排到你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 诶请问有几个人要开演唱会 然后报完数量 你就会像狗一样被放进去 而且一进来 你就会马上遇到 看不懂的菜单轮回极限挑战 原因是因为 他两页的东西写的是一样的 然后你心里一定会想 这个是杀小 没关系 就会帮你码油机来告诉你 前面那页价格比较贵的 只是多了三个很日系的小碗碗 码油机个人觉得他除了漂亮之外 我还不如把钱省下来去吃台湾的藕白切 再来我们看menu的左边 就是问你要不要再加片肉 或是搭配啤酒一起享用 然后我们来看menu的右边 只是教你怎么用嘴巴吃肉而已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你终于可以开始点餐了 点完餐之后 他就会马上拿打火机过来 在你面前燃烧热情 我猜身为观光客的你 一定会跟我一样拿起手机 在那边拍一个火加锅子 再来我们来自己处理嘴巴干燥的问题 这边会有点难哦 请看清楚 然后这边会有突发事件 就是店员送你一个黑妈妈的东西 不要怀疑 他就是那个优雅体态维持器的围兜兜 优雅的戴上去就可以了 觉得自己脖子粗的比较优雅的客观 可以考虑中间不要拔断 然后直接优雅的戴上去就可以了 要吃之前记得拿起旁边的沙拉酱 你的菜就会更有风味 然后我们来看这家店的主角 诶靠北不是你啦走开哦 我相信这边大家会想听尖肉的声音 现在关背景音乐 OK再来开影片的声音 对不起开错了 我们重来一次 然后记得要翻面哦 不要在那边偷偷享受滋滋的声音 煎得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变成酱油选择恐惧症患者 獨布恐惧的方式很简单 拿一勺wasabi 然后把它搅到酱油里面 因为这样做的话 你的酱油盘会直接升级到最高等 就没有选择上的问题了 肉吃完之后要记得来一点青菜哦 再吃完之后记得要来一口白饭哦 最后等你吃干妈进之后 可以在桌子的下方找到 那个被隐藏起来的神隐结账单 然后就拿着神隐结账单过去柜台 让荷包感受到痛苦之后 就可以准备结束你的炸牛排演唱会了 最后一走出来你就会重见光明哦 再来我们说一下这家店的注意事项 其实在排队的时候楼梯是非常的深的 所以如果想要在开店马上吃到的话 最好要提早过来排队哦 第二个是因为大家的牛排都在喷烟 所以店里会有点朦胧美 味道也是 这家店吃完之后 我们前往下一家 位置的话会有点上面 从车站走过来的话 可能要7分钟左右 一来到这家店记得要马上去看门口的menu 然后再偷看一下这家店的门 你就会觉得 哇塞好有日本的风格哦 然后一个可爱的店员小姐姐会请你进去 然后他喜欢直接来 在门口就要马上点餐 点完餐之后他就会邀请你去坐座位 如果跟麻油机一样是被邀请到二楼坐的话 要记得在这边把你的鞋子脱掉 然后在这个箱子里面拿一个袋子 把它装进去带走就可以了 上二楼之后可以把包包放在旁边 然后再把自己摆在坐垫上 再来我们还是要解决那个口干舌照的问题 可能还是会有点难哦 请大家要看清楚 然后你在那边准备新手装备的时候 店员就会开始陆续上菜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家店的主角 诶 靠北不是你啦 不要闹 然后大家看完主角之后 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觉得无聊的话也可以看着朋友吃 如果还是觉得无聊的话可以帮朋友吃 众所皆知 从别人碗里拿过来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 然后感觉自己吃了差不多了 记得要喝上一口汤就可以完美的结束这一餐了 最后吃干拉筋之后 记得拿起桌上这张完全不害臊的结账单 然后一样走到那个喜欢直接来的小姐姐的地方 就可以让你的荷包再次感受到痛苦了 再来我们说一下这家店的注意事项 这两碗青纸冻 同样都是鸡跟蛋合成的一碗饭 但价格却可以差到两倍 麻油鸡不敢说它们味道一样 只能告诉大家它们的碗用的不太一样 然后再告诉大家这个位置不一定要这么正式的坐着 不然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了自家店吃完之后 我们要去吃下一家了 它的位置很好找 求业员店季街北口一出来就会马上遇到 一进去之后店员就会让你自己找空位塞 然后记得在旁边拿起这个奇怪的东西 它其实也不奇怪啦 就只是拿来放包包而已 很简单吧 或者是把包包放在下面的抽屉也可以哦 然后我们准备开始点餐咯 首先在桌上会看到一张 你拿起来也不会点 只会看着它发呆的点菜单 各位大侠不要在那边浪费生命 请直接拿有图的照片来看就好了 或者可以考虑直接拿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寿司 再来我们看一下桌上有什么东西 首先这四个杯子 然后这四个酱油盘 不是在讲废话吗 真是辛苦各位了 浪费时间听麻油机讲废话 这些东西的操作应该不需要麻油机教你吧 然后东西到齐之后就可以开始享受你的寿司啰 我说你这个女人吃饭也太丑了吧 大家吃完之后直接举手他就知道你要冲餐小了 然后店员就会请你走到柜台 再次让荷包感受到痛苦之后就可以结束了 最后说一下这家店的注意事项 在店里正中间的后方 可以找到每个盘子不同价位的价目表 写得非常的清楚 再看不到的话你就去洗洗睡 再来就是这边的回转寿司 寿司会在那边回转哟 刚又讲了废话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